阅读单元三 空间线索 目的在于协助家长 培训子女 掌握篇章的空间线索来阅读文章 借此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 每一篇文章 作者总是有意或无意留下了一些线索 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那篇文章 这些线索有很多种 在本单元里面介绍空间线索 有一位同学写了一篇文章 是说他在度假村生活的一天所见 他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在度假村里面一觉醒来 走到屋外面 他看到什么呢 接着他就写了 他说在空中彩霞已经是慢慢散开了 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他说但见天空上面有蓝天白云 景色分外美丽 而在地面上游客占多了 这些游客有些在夏期 有些在做晨运 有些在散步 他们过着一些很游闲的生活 在度假村旁边有一条河流 他说那些河水分外清澈 见到一些三三两两的游鱼 游来游去 他们觉得他们很乐趣无穷 最后那一段 他说在度假村里面 看天空 看陆地 看河流 过着一些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宁静 非常开心 在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同学用了空间线索来写作 这个空间就是空中 陆地和河流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了线索 来阅读这篇作文 我们就会容易很多 在我们的单元三里面 我们就举了一篇例子给各位参考 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拜年 作者是怎样写的呢 在第一段作者就说了 春节到了我们一家人 向亲戚朋友拜年 在第二段作者就说了 我们去到姑妈家一进门 感觉过年的气氛相当浓厚 在客厅上面的一个花瓶 所插的一支桃花枝 开满了这个桃花 而一盘的莲吉 亦结了是黄橙橙的吉子 而在她墙上面的徽春 份外耀眼 她说姑妈的家虽然不大 但胜在是温馨可爱 接着我们就去到百父家拜年 一进门 我们就向百父一家人说了很多祝福的华语 道德百父百母就是乐呵呵 大家非常开心 谈了不久 百母就拿来一叠热腾腾的萝卜糕 这些是百母亲手做的 所以分外可口 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标示的空间的一个词语 就是孤母家 百父家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空间的词语 来阅读这篇文章 我们阅读理解的能力就自然提高了 因此家长在子导子女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 都不妨强调哪一个是空间的词语 然后请他用一支红笔画一个圆圈 让他能够根据这两个空间的标示的词语 来方便自己的阅读 当他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理解了这篇文章之后 就跟着回答有关的问题 答对了 我们就要展开延伸的活动和学习的评估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阅读单元总介绍的绿像就可以了